真的有6個鎧甲勇士可以玩 這我真理智不了啊 嗚呼呼 大家好 我是臭小黃呀 之前我已經出過一期 已經被4399下架的鎧甲勇士機都賺了 但是玩到最後 它也只是一個體驗版 而且能玩到的鎧甲勇士也只有爺龍俠和風音俠 也因為版權的問題 導致這款遊戲後面不僅沒有續作 還被4399下架了 就在我覺得我們的童年就要因此而留下遺憾的時候 卻讓我發現了一位特別牛逼的UP主 日向元哥哥 製製了他的後續作品 這個作品不僅有全部鎧甲可以使用 是的你沒有聽錯 是全部鎧甲可以使用 他還有之前沒有的BOSS 甚至還有最終結局 那麼不多逼逼 我們直接進入遊戲 看一下遊戲說明 哇 這裡作者還加入了一些自己的創意 甚至還寫了後續的遊戲背景 地球在此面臨最黑暗的時期 DF世界的怪物們又入侵了人類世界 成為無星鎧甲召喚者的我 先負責拯救世界的重任 開始行動吧召喚者 你只有一次機會 這句錯了哈 我有無限次的機會 然後作者還設置了三個隱形關卡 怎麼進去就得靠自己發現了 因為天機不可洩漏 然後還說明了一些扣絕的情況 都不是BUG 而是哥布林在搗滾 操作方面也是增加了很多隱藏技能 好了看了這麼多了 也該進入遊戲了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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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所有的開家勇士都可以選擇 全部都亮的哦 那這邊還是老樣子 選個圓龍蝦玩玩 當然是先玩沒玩過的開家勇士啦 我直接就選了個充花費送的地虎蝦玩 當你選擇好開家勇士地獄遊戲時 作者還專門設計了開場動畫 讓你更有帶入感 這動畫我不得看完 不看完我怎麼變成開家勇士啊 噢一直重複的呀 然後我們來到第一關 直接我們的老朋友就屁顛屁顛的跑過來 作者也是很細節的 如果說這裡其他人二段跳的距離是兩米 那第五俠就是十米 而且還有遊戲裡的怪物 對上了被打的叫聲 還有打動的震動效果 第一關的老大就是一隻比較大隻的魔牛獸 哎就算第五俠是充花費送的 那他好歹也是開家勇士 於是他很快就通過了第一關 這裡說一下 但到鐵門面前得按R鍵 才能到下一關 我就是一開始不知道 然後在這裡卡關了好久 然後便是第二關 第二關的怪物也是來勢兇兇 而且巨兇的 你別看我沒怎麼掉血 你要是意不注意 很容易就被秒掉 你看這些牛 我又不是炎龍俠 我其實我身上也沒紅色啊 他對著我嘎嘎撞 然後很快我就打敗了第二關的老大 來到了第三關 在第三關 我又遇到了前兩關出現的魔牛獸和暗影魔牛獸 便把他們擊敗了 但這時 真正拿到 黑魔獸出現了 黑魔獸可不是小角色 當他被打到一定血量的時候 他還會 巨大化 巨大化後的黑魔獸 就跟暴走一樣 攻擊速度還有移動速度 都大幅提高了 在擊敗黑魔獸後 還會掉落他的卡片 後面還會有一兩隻小怪 擊敗後我們便可以通關 通關後就會出現 地球再次被拯救 觀影鎧甲的故事無法流傳於世界 但是知道的人一定會銘記的 願世界不再有苦難出現 剛剛前面還說了 這遊戲是有隱藏關卡 還有隱藏技能的 但是我玩了兩個半小時 才發現了兩個隱藏關卡 但是所謂隱藏關卡嘛 肯定是要你們自己去玩 自己去發現才有意思的 這裡小黃我就不細說了 總的來說 遊戲比原創還增加了不少東西 看得出來作者是非常用心啊 而且作者還為了製作這個遊戲 去學習了很多 還付出了很多心血 就是為了圓我們童年的一個夢 遊戲也在不斷的改善 在這裡感謝一下日向元哥哥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點讚 轉發這個視頻 讓更多人知道這個自製遊戲 那麼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 我是臭小黃 我們下期再見 敗你的吧